看一下 報告裡面發現肝指數評高 其中很多人都是因為脂肪肝的問題 就像一部講的 其實肝發炎的不會很嚴重 也不用說到要住院的 只是輕微的一個脂肪肝問題 可是他長久以來 還是會造成我們身體的一個傷害 其實有絕大部分的人 其實還是忽略這個脂肪肝 每年檢查 可能都是說有脂肪肝 可是就不管他這樣子 那先講兩個病例 一個病例是一個50歲的男性 通訊行的一個業務 他其實生活還蠻累的 那體檢的時候 就發現他的肝指數評高 GOT75 GPT102 正常大概40左右 那又發現他的泛血血糖比較高 糖化血色素9.5 體重是略重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超音波發腺脂肪肝肝 那其實他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需要用酒精來幫助睡眠 每天晚上可能都要喝100CC的高氧酒 才可以睡覺 那就因為這個病人來到門診 我們首先當然他血糖質 的確是偏疼 然後那我們針對血糖 這樣子開始做治療 另外也告訴他要戒酒 酒精也會這樣傷肝 那經過兩個月的生活調整 跟藥物治療後 那其實他的糖化血色素已經降到8 正常是有糖分的 控制在6.5是最好 那後來驗他的肝指數也是已經正常 那第二個病例是一個22歲的男性 他在入伍前的一個檢查 就發現有肝發炎的一個狀態 所以來抽疹 那想說是不是能不能不用當兵 這個當然是不可能 那詢問之後 其實這個年輕人大學畢業 那沒有在喝酒 也沒有在吃什麼藥物 身體上面沒有什麼不舒服 他每天就是在等兵單 然後很自由這樣子 那體重其實他說 已經在這個月有上升兩星期 他目前的BMS-29 展現一個肥胖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追蹤他的血液 發現的確GPT超過正常值的4倍 那我們拍出 他是不是有鼻肝吸肝 那他的確是沒有這個鼻肝吸肝的狀態 超一波發現就是脂肪肝 那半年後 他有一天就回來回診 就因為在軍中 其實生活很正常 不能亂吃 他也有很過敏的心訊 中心的人超累 所以他體重其實降的蠻多的 超一波算還是發現他有脂肪肝 不過肝指數已經回覆到正常的部分 那這是兩個門診的病例 那好的是他們都已經 肝指數都已經有改善 不過還是有很多民眾 就是忽約這個脂肪肝的問題 那我們說脂肪肝的診斷 脂肪肝的診斷 主要還是用超一波來診斷 超一波我們可以發現 你的肝的部分 你其實呈現一個均勻很白的一個狀態 那跟旁邊的腎臟比起來 其實有很大的一個反差的反應 那我們在做顯微鏡的切片的時候 可以發現裡面有很多白色這個 這個是脂肪的一個油滴 在肝細胞裡面的一個儲存的一個狀態 那裡面的這個油滴 其實還是以三酸肝油脂為主 不過我們的診斷 其實用超一波就可以診斷這個脂肪肝 而我們抽血其實並沒有辦法 幫助我們診斷脂肪肝 脂肪肝的形成機制其實 首先就是飲食中 如果糖類、澱粉類太多或是高油脂 這個攝取到體內之後 通常都會變成三酸肝油脂這個能量的一個部分 另外就是胰島素抗性 胰島素我們都知道可以降低血糖 如果身體對於胰島素有這個主抗的話 我們的血糖就會過高 那三酸肝油脂會過高 那三酸肝油脂這樣子沉積在肝裡面 就會造成一個脂肪肝的問題 另外我們會再加上這個氧化的壓力 脂肪有時候會經過過氧化 它會產生很多自由菌 那自由菌就會傷害那個肝的細胞 它都會造成發炎這樣 這三個是目前主要的一個造成脂肪肝發炎的問題 那我們說脂肪肝其實是有分類的 除了說酒精性的脂肪肝以外 我們有分為這個單純的脂肪變性 那單純的脂肪變性其實 它就是剛才那個油脂在細胞裡面 它沒什麼問題 另外就是合併有肝發炎的一個脂肪肝 那有肝發炎的脂肪肝其實 有一定的比喻會造成這個肝臟的腥微化 甚至肝硬化肝腫 有些不明原因的肝硬化 其實要考慮這個脂肪肝的問題 那看這個圖其實 正常的肝的組織它是長像這樣 很規則 然後可是如果有脂肪的話 它開始會有一點油滴在脂肪細胞裡面 那如果我們再不管它的話 它就會造成這個細胞的壞死 所以我們染色就沒辦法染上去 然後中間這邊這個部分就開始壞死 如果壞死的區域比較更多的話 其實就是會造成這個肝硬化的情形 那脂肪肝其實有很多相關因子 我們會考慮到肥燙、糖尿病 然後糖尿病等固存這個部分 另外就是代謝症候群 代謝症候群是 比如說高血腦、高血壓、高血脂 而病 然後有中心性肥胖 腰圍過高這個問題 就是要做代謝症候群 另外就是酒精濫用 酒精濫用的話 我們男生如果每天 每週大於140克 就是每天大於20克的話 那女性也做大於70克 這個要小心酒精傷害到肝的問題 那其他的話就是藥物也是要考慮 比如說類過醇、磁激素 然後某一種的抗氫孕不整藥物 還有某一種的風濕移的用藥 這個可能也會造成脂肪肝的問題 那代謝性疾病這個是比較少 這個是一個遺傳性的疾病 比如說銅離子代謝異常 或是鐵子代謝異常 其他要考慮甲冬腺底下 多囊性軟巢 還有呼吸中止症 這個都可能會間接或直接的 影響脂肪肝的一個發生 那脂肪肝其實盛行率真的很高 全球統計 脂肪肝的盛行率大概有五個人 終究有一個有脂肪肝 真的是很高 那我們剛才說脂肪肝有分兩面 一個是單純性的一個是發炎性的 那發炎性在美國統計其實也是不少 大概有七到九%的人 可能有這個發炎性的脂肪肝 那在糖尿病的族群中就很多 大概百分之七十 那在高血脂族群中 大概兩個就有一個這個脂肪肝的問題 那台灣的確肝病是很多啊 那以前大部分都是這個B型肝炎 大概有15到20% 然後小部分是C型肝炎 不過現在因為印尿開始打了之後 年輕人的B肝盛行率其實已經很低了 大概不到一啦 那可能之後主要的肝臟疾病 都是會以這個脂肪肝為準 大概每三到四個 就有一個人有脂肪肝的問題 那我們說這個脂肪肝的症狀 脂肪肝其實 大部分都沒有什麼症狀 很多都是在檢查報告中發現 那如果真的有症狀的話 可能是肝指數太高 然後可能會出現疲倦 噁心吃不下 然後又上腹的一個不適的問題 然後到最後真的肝臟真的 肝功能都損失的話 可能會有黃黃嗎 或是一些臨血功能臨場 的問題 那我們剛才說 單純性的脂肪肝其實 並沒有什麼問題 只是油脂在肝細胞裡面 可是發炎性的一個脂肪肝患者 可能會有肝硬化 肝心軟化這個問題 除了 其實啊 這個脂肪肝的病患 其實心血管 疾病的比例 也真的是比較高 如果一個脂肪肝 肝功能上升的患者 來到男者 當然首先要評估的就是 他的一個肝指數 單純性的脂肪肝 其實他的肝指數 可能都是正常 沒有什麼問題 那發炎性的脂肪肝 他會用GPT升高為主 不過他也不會高得太誇張 通常很少超過兩倍 當然二到五倍都有可能 那GOT會有稍微的上升這樣子 所以我們GPT是大的 GOT的一個狀態 然後我們會排除 他是不是有B型肝炎 C型肝炎 甚至A型肝炎 然後詢問一下 剛剛是不是有在喝酒 喝酒能量多少 排除一下是不是 有酒精性肝炎的可能 另外剛才說 藥物也有影響 此極素類固醇 這個都要排除 那如果家族裡面 會有肝炎的一個家族史 所以是要考慮一下 剛才說的 銅離子、鐵離子 這個代謝的影響 那我們剛才講完 這個脂肪肝的一個病例 症狀 那接下來就要 講這個治療的部分 其實脂肪肝炎治療 其實說簡單就是很簡單 只要說飲食調整 跟體重控制 這樣的原則 不過說難 其實也真的是還蠻難的 一個人的生活習慣 其實要說要改變 也是很困難 那主要我今天參考的是 美國肝臟協會 去年的一個治療指引 他是參考很多研究 比較有證據的一個幫忙 那首先就是危險因子的控制 我們要控制糖尿病高 血壓肺胖跟過度飲酒 那努力的飲酒量 其實要在這裡 就是要小於每週140克 女性要小於每週70克 這個大概 每天男性不能超過兩瓶罐裝的啤酒 然後如果在兩瓶罐裝啤酒以下 這個飲酒量其實還是可以接受 那另外就是這個減重肺運動 體重減輕對於脂肪肝 是有幫助的 那如果體重減輕到達3%到5% 就可以幫忙這個脂肪肥的堆積 那如果真的要改善發炎的現象 可能體重減輕要到達10% 這個程度 那我們會希望 其實體重減輕 控制體重是慢慢降 每週大概降0.5到1公斤 這個是一個比較適合的一個速度 那運動本身其實 當然可以改善 當然可以減重 另外其實如果 體重真的沒有降的話 其實對於一島素的一個敏感度 這個也是不錯 所以鮭域運動是很有幫助的 那另外去講到這個維生素衣 看來說這個氧化 就是自由基 可能會讓肝臟一個發炎 那的確有研究顯示 如果我們每天服用800單位的維生素衣 然後服用兩年 其實這個對於肝臟的發炎 這個改善是很大的 不過呢 因為這個800單位其實 真的激樣還是蠻高的 我們建議的每天的激樣 大概20到30單位而已 那如果高激樣的話 我們要小心這個生物腺癌 甚至死亡率也有可能會提升要注意 所以對於肝臟發炎的患者 我們每天增加200到400單位 其實這個是一個比較安全的一個程度 我們市售的一些維生素衣 大概一顆就是400單位 那其他的抗氧的話 或比如說這個β胡蘿蔔素 維生素C 都可以幫助這個肝臟發炎的一個程度 那其他就是這個Omega3脂粉酸 在魚油裡面其實含量很好 那它對於這個三雙肝油脂血症會有幫助 然後心血管疾病的預防也都有研究證實 那對於脂肪肝的療效 其實目前還在等正式的研究報告出來 不過Omega3脂肪酸是公認得不錯的東西 所以它這也是可以使用 每天小於三克這個是建議的一個基點 那藥物方面其實 這個指導肝病有什麼特效藥 我們如果病患有糖尿病或是高血脂 我們會選擇適合的藥物來幫助它 那肝藥的話其實 研究並沒有說很明確證實有效 那也不是說我們使用 使用前不是每個都有效 所以這個肝藥其實很能講 那追蹤的話 我們就會見由脂肪肝的民眾要定期追蹤 原則上如果脂肪肝合併 肝指數上升 也就是發炎性的脂肪肝 我們希望它每三個月能夠抽血 然後追蹤肝發炎的程度 然後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 不要說肝發炎太久 程度太高這樣不知道 如果我們只有單純的一個脂肪肝 大概每半年 每一年追蹤超炎波 其實就可以了 那今天這個就是 我對於脂肪肝跟各位的報告 超過多的脂肪 那我們一般正常肝臟中脂肪 含量應該是小於肝臟總重量的5% 那如果超過這個量就可稱為脂肪肝 那在益它的含量多 我要再去分輕鬆重這樣子 那我們造成脂肪肝的成見原因 就是以下這些 就是酗酒 肥胖 血脂肪 鍋膏 糖尿病 或者說有的人是使用藥物引起的 甚至有的人他是長期營養不均衡 他並不是說吃的不好 他可能就是營養素色區方面 沒有注意到他的均衡性 那我們這些常見的原因裡面 那肥胖是他已經被證實說 跟脂肪肝的發生 他有密切的關聯性 那其實肥胖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熱量攝取過多 我們剛剛講的這些 像酗酒啊 你喝酒的話 酒精他也是有提供熱量的 我們剛剛影片有介紹說 你男女生你一天的那個 酒精攝取過量的話 其實也會造成我們有脂肪肝形成 然後肥胖的話 我們這邊有提到說 尤其是中廣型的肥胖 就是腰部肥胖者 他罹患脂肪肝的比例是相對的更高的 要特別的去注意 那我們剛剛提到說 肥胖跟我們脂肪肝 脂肪肝有很強烈的關聯性 那首先的話 我們就是要先評估一下說 你自己到底有沒有肥胖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你要去整肝脂肪肝的話 可能就是要去掃和拖 那如果說你還沒有進到醫院去做一個檢查的話 其實我們在家裡 我們就可以先審視一下 自己是不是有肥胖的問題 那我們這邊的話 跟大家介紹兩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自己是不是屬於健康的體重 就是你可以了解一下自己的身體密碼 身體質量指數BMI 那我們的計算方式就是 用你的體重除以你的身高公尺的平方 除以兩次 那如果說你算出來是22的話 就是稱為理想體重 那另外一個方法的話 我們剛剛講過 如果說你是中廣型肥胖 就是有腰尾過出的問題的話 你就是要更特別的注意 那我們的腰尾的測量的話 就是量我們的肌體的那個肋骨下緣 跟我們的兩側各股上緣 肋骨下緣的中間點 那取中間點然後量這個範圍 中間點的那個腰尾大概是多少 那其實不太是量我們的肚臍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你大腰尾的人 其實你的肚臍是怎樣 是在比較下面的 那其實所以量的話 就是去我們這個兩個骨頭的那個中間點 那量的時候這樣就是維持你的正常呼吸 不要想說我吸氣的話可能量起來會小一點 那我們剛剛介紹過的兩個就是 評估我們是不是有過度肥胖的問題的話 就是你BMI 算出來 你就是要符合在18到20室裡面 這個是我們前幾年衛生署 他有在推的一個成年健康體會挑戰 1820它是一個口號 就是說 提起我們國人你的BMI 一直算出來要在18到20室中間的話 你就是屬於一個健康的體位 那這邊可以看一下說 除了說當季的1824的話 其實我們亞洲地區台灣 它的BMI值可以放得定義的話 你如果說算出來的話 18到20室當然是在標準的範圍內 那大於20室是算異常 那我們再上去還是有再去細分 如果是24到27是算過重 那你BMI值算出來大於27的話 我們就把它統稱肥胖 然後再看你的數值是建在哪一個範圍 年齋區分肥胖的心中重 那或者是說你量你的腰圍 我們剛剛跟大家介紹你量腰圍的方式 如果說男性量出癌大於90公分 女性量出癌80公分的話 也算肥胖 那我們跟大家介紹這兩個BMI值跟腰圍的話 其實如果說你去量出癌 有一個有骨盒的話 其實你就是有算肥胖的 你不要想說我BMI值算出來是正常的 可是我腰圍算出來是過粗的 那你也是屬於肥胖 那我們這個下面的話 就是跟大家講說 其實我們要做體重管理 我剛剛也有提到啦 其實你體重大概 我們剛剛如果說你真的評估出來 你是屬於肥胖的話 我們就開始要做一下 我們自我的體重管理 要進行減重的工作 那如果說你體重可以減到 剛剛提到3-5%的話 其實就可以完結脂肪肝 那如果說減到10%的話 就可以再避免說有發炎的情況 那這邊可以看到說 除了說脂肪肝以外 其實我們體重減輕 其實對很多慢性疾病 血壓 血脂肪 糖尿病 血糖 其實它有好處的 然後再來它會 降低我們整體的死亡率 可以降低到20% 然後肥胖引起了相關的一些癌症 或者說一些問題的話 它也可以降低到40% 那我們今天提到的 脂肪肝的話 我們剛剛有提過 原來它去抽血的話 就是血液裡面的3-5%肝油脂過高 所以如果說 你今天知道說你的體重是屬於肥胖的話 你體重可以減到10%的效果的話 其實你的血液裡面的3-5%肝油脂 就可以大概降低3層左右 那其實這邊減少體重的話 其實都是以肥胖人 他當時的體重去換算的 例如說你真的一個一個很胖的 100多公斤 要求他減到他的標準體位 他可能一想他就覺得 不可能啦 所以其實像有時候我在門診 我們剛好提到一些 肥胖糖尿病的病人 我們是會鼓勵他減重 雖然他真的跟他的 理想體重差了2-30公斤 可是我們還是會鼓勵他減重 因為他大概只要減到說 5-10%的話 對他的一些 慢性疾病改善都有相對的好處 那個血壓下降相反 瘦瘦壓降20 瘦瘦壓降10 瘦瘦壓降10 你如果是減大概10公斤的體重的話 所以我們治療脂肪肝 其實就是控制飲食 那調整飲食來控制我們的體重 然後再來要加上運動 其實要減重的話 一定要搭配運動 然後不然其實 而且運動的話 除了說你可以維持 我們減重期間的一個行程代謝率以外 他主要也是在維持 我們降下來的體重 一個維持蠻重要的一個方法 那我們這邊其實很簡單 讓大家了解一下 為什麼人會胖 然後你怎麼可以變瘦 其實就是一個簡單來講 就是能量不滅定率 然後就是你吃進來跟消耗的 有沒有達到一個頻率 如果你吃進來跟消耗都一樣的話 你體重就是永遠都維持那樣子 那今天如果你想要減重要變瘦的話 你肌肉是 今天要讓你消耗的 這個原理 我們減重是為了減少體脂肪 然後那一般的話 如果說 我們剛剛像一般家裡的人 他可能量體重 在體重基上面只是單純看到 很簡單的一個體重的數字 他其實不太能夠很清楚的 寫到說他今天很瘦一兩公斤 到底是上個廁所 脫個水就沒有 還是說他真的有很規律的飲食控制 還有運動 來減到他身體中的脂肪細胞 那這邊的話 我們身體的脂肪 大概佔百分之八十 那每公克脂肪 他會產生九個大卡的熱量 所以如果說 你要減輕一公斤的體重的話 就是要消耗七千七百大卡的熱量 這邊一公斤是講一公斤的脂肪 那醫師也有提到說 我們減重的話 也不要去想說 市面上我去說 我一個禮拜要瘦到三到四公斤 其實這樣子並不是很理想 有可能你減到的是水分 然後再來的話 也有可能在這個快速的減重的過程中 其實可能會造成我們乾燥進一步的傷害 所以我們會建議說 你每天的減重熱量 大概就是少五百卡 那這樣子的話 一週大概可以減0.5公斤 那有的他可能控制嚴格1.1000卡 就可以減到1公斤 然後我們減重的時候 就是一天大概以減五百卡為原則 然後四階段性的減少 不要一次減過多的熱量 然後使我們健康受損 而且有的人他可能一下子減得太多 其實我們減重會不會成功 其實我們看的是他的持久性 如果說他這樣子一天五百卡 他可以慢慢減 他可以維持半年一年 他可能會比那個 我每天少吃1000卡 我可能只能控制兩三個月的他效果來得好 所以我們減重其實 很多人都說到底什麼方法最好 其實也就是少吃多運動 就是沒有什麼別的特別的地方 那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使我們攝取的熱量 比較低於消耗的熱量 就我們剛剛的那個天秤 那我們的體重就可以達到 燃燒T脂肪 產生熱量以供給我們身體的需要 然後這樣的減重 其實才能真正達到我們減重的目的 就是希望減掉我們身體上的脂肪 那我們減重的原則的話 就是以低熱量的均衡原則 然後這邊就是建議 男生就是不要低於1400卡 女生不要低於1200卡 因為有時候你熱量攝取的又太低而已 他可能會有極低熱量的減ABA的話 你可能要考慮到他一些 維生素礦物質攝取部署的問題 那所以其實我們在減重這個部分 你就是以低油低糖低鹽 然後要有足夠的蛋白質 然後再來就是多增加一些蔬菜 有纖維子低熱量的蔬菜來攝取 然後再來要多喝水 那後面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說我們除了說減重以外 當然醫師也有提到說 我們可以增加一些抗氧化食物的攝取 那當然有提到的就是維生素衣 那其實維生素衣一般就是 比較存在我們一些蔬菜油 就是市面上的一些冷壓性的植物油裡面 因為他要維持我們那個油品的穩定度 所以他會增加那個維生素衣 來維持我們那個油品的安定性 然後再來的話你也可以多攝取一些全骨類的食物 他也會有豐富的維他命E 或者說一些核果類啊種子類的 然後再來的話其實像堅果 尤其像我們現在衛生署的建議說 我們每天要適量堅果 那其實他裡面就是油脂的來源以外 他也有相對很天然的維他命E的存在 那我們一般的油品 其實這個維他命E 他都是額外去添加的 那因為像剛剛有人提到說 我們現在市面上油品好像也不是那麼的安全 那如果說真的是很擔心的話 其實你可以就是按照我們衛生署的那個 飲食建議 就是你每天可以用超過一份堅果的油 來取到我們一般的風調用油 這樣子你又可以攝取還蠻天然足量的 維他命E的來源 那維生素C股肉波素的話 一般其實就是多攝取蔬菜水果啦 那其實你可能大概去問一下 你會有脂肪肝的 他的飲食習慣其實他可能就是什麼 大魚大肉 其實他的蔬菜可能水果可能吃的 不是很那麼足夠 而且所以像這些天然的一些植物的 像蔬菜水果我可以建議說 他盡量就是要達到我們的攝取量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提到的 OMETA3的脂肪酸 其實OMETA3的脂肪酸 其實在大家一般搶見的就是一些魚有的來源 然後一些深海魚啊 就是一些蹄魚啊 鮪魚啊 青蛙魚鮭魚這些 魚類都有 那這邊就是要跟大家提到說 有的人他可能吃素的人 他不能吃魚 那他怎麼辦 其實他就是 他可能一些植物性的 一些核果啊 核桃 或者說像這個圖片 不知道大家這樣看不看得清楚 他是那個亞麻籽 如果說大家有在接觸生機飲食的話 其實生機飲食店都會賣這個亞麻籽 有的人他可能就會 這個是他的那個種子的原狀 有的人他又直接把它做成那個油品 因為他已經萃取出亞麻油的油 有的人他可能 要改善他的什麼什麼問題 有的人他可能就會早上空膚 喝個幾嘻嘻之類的 那像這樣子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植物 不是說只有魚肉裡面 才有Om3的脂肪 所以一些植物性的食物裡面 我們也可以去味教給民眾 尤其像我們可能在門診裡面 遇到說今天這個病人進來 他是吃大魚大肉 我要改善他的那個脂肪 肝可能問題不大 你回去就是不要夾牙喝吧 就是你的那個魚肉方面 讓你油脂攝取方面稍微控制一下 那有時候可能比較困擾 就是進來他告訴你 他是怎麼吃素的素食者 我已經沒吃魚沒吃肉 這些東西油脂我都沒有吃了 為什麼醫生來告訴我 我會有脂肪幹 那可能就的話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一些 抗氧化的食物 那甚至說我們現在講到的 那個Om3的脂肪酸 他不能吃魚不能因為說 為了改善他的那個 這個脂肪幹 將他破解吃 去吃魚用來攝取 其實如果說天然 除了說一些那個 營養補充劑以外 天然的食物裡面 其實你可以請他去買這些 像我剛剛提過的那個 亞麻仁子 其實我有看過 他會把它打成粉 或者說把它磨得碎一點 他會跟他的米飯一起煮 評價他的飯裡面 那最後的話 其實我們後面有講到 剛剛有提到吃素的人 他可能不吃魚不吃肉 為什麼還會有脂肪幹 其實我們就是要回歸到 病人他的那個飲食 是不是在一個均衡的狀態下 因為我們現在的脂肪幹 其實很多都是營養不良造成的 那現在應該營養不良 如果有一點點傷感 因為說來有一點點 說來之後有一點點 有點矛盾 可是事實上是如此 所以我們要注意這一點 那另外就是說 有一些 一些 一些原料 或者是化學成本的東西 不是氏化碳 然後就是一些 等於那些也會引起 肝臟化鹽 以及脂肪幹 這個 有時候在一些 有時候在一些化學工廠 或者是日語在家裡上工作 或者是在一些 接觸他去化學成本 那些有機成本的東西 會造成脂肪幹 所以這要小心一點 所以我剛才談得很多 當然 脂肪幹造成的原因最重要還是 就是那個高血脂 有於胖 等等 我們對症下要從這個畫面做錯 可是你在治療王幹之前 你要把問題搞清楚 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 我這就沒有幫我們對準向偉王 光一直降 那個血脂王也不是棒 更何況有一些 毀胖的人 還不見得有脂肪幹 大部分是有但不見得有 所以這是我的意見 可能的原因目前不是很清楚 不過大部分歸類第一個是 就是遺倒數有耐性 就是肥胖病的人會比較貴 或是有氧化壓力的人會比較貴 那有氧化壓力的人會 比如說年輕人都是晚睡 哇 然後把這個玩具 哇 營養不良 比如說有氧化做肥料 對對對 沒有錯 糖分太高 對對對 裹糖的也會 也會引起這個樣子 那大部分就是說 蛋白質這部分的 攝取量 比較不足所引起的 會比較高 有這種機會 所以 原則上就是說 我剛剛回憶一下就是說 一般你若體 往下掉 事實上我在減重分子裡 有40個樣子 就是王醫師所講 你終於往下掉 掉個10公斤 你在最後Echo的時候 你真的是可以發 例如說 這個是有引起的改善 大部分的病人 這個脂肪幹的來源 一般肥胖 也是上市 要息息相關